蜜蜜蜜 蜜蜜蜜 蜜蜜蜜蜜 嗨,各位小朋友們 早上好 我們又來炸梅煮了 你們準備好了嗎 來,我們一起來炸梅煮 我們唱第一首歌 Happy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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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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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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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成為了 我們的祂 就會讓我心思高 重要的是我心思高 能當你的祂 我心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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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誠意 我心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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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唱第二首歌 小朋友们可以告诉老师 鱼儿怎样游吗 对了 鱼儿是这样子游 鸟儿 鸟儿这样子飞 花儿 这样子开 还有三地创造 你和我 来 我们唱这首歌 是谁创造 是谁创造 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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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创造 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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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天生的母 是谁创造 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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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是谁传造你和我 我们天上的风 是谁传造鱼儿游 鱼儿游 鱼儿游 是谁传造鱼儿游 我们天上的风 是谁传造鸟儿飞 鸟儿飞 鸟儿飞 是谁传造鸟儿飞 我们天上的风 是谁传造瓦儿开 瓦儿开 瓦儿开 是谁传造瓦儿开 我们天上的风 是谁传造你和我 你和我 你和我 是谁传造你和我 我们天上的风 是的 我们的天赋很棒 他不但创造动物也创造 植物还创造你和我 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擦 我们要每天读基 到够了 到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社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都很棒 是的,我们在家里 我们每天都要跟爸爸妈妈一起读经 祷告来亲近上帝来赞美主 好的,谢谢大家 嗨,小朋友们 大家早说好 今天老师要和你们说 关于上帝创造花草树木的故事 老师想问你们 你们喜欢吃水果吗?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样的水果 不过老师要举出几样作为例子 如果当老师说到那个水果的名字 是你喜欢吃的 就请你把手举起来 好不好? 我们开始了 谁喜欢吃榴莲 木瓜 芒果 苹果 苹果 草莓 椰子 橙 山竹 还是 红毛丹 你们喜欢吃哪一种水果? 这些水果都非常的香甜 可口 对不对? 那么老师要问你们 你们看过这些果树吗? 你们看过榴莲树吗? 你没有见过红毛丹树长什么样子? 还是山竹的树长什么样子? 谁看过的? 请举手 啊,如果你没有看过 老师今天就要给你们看几张果树的照片 这是榴莲树 红毛丹树 芒果树 山竹树 椰子树 苹果树 木瓜树 还有其他的果树 小朋友 这些果树都会长出花 花 会变成果子 但是有一些树呢 是不会长花的 它们只会长出松果 这些树叫做松树 松树的叶子也非常的特别 不是像平常的树一片一片大大片的 它们叶子是短短小小尖尖又 小朋友们 你们除了喜欢吃树果 你们喜欢吃青菜 我知道一些小朋友不爱吃青菜 可是呢 你们要记得青菜 多吃青菜 对我们身体是有益的哦 老师这里要给你们看几样的蔬菜 我要看你们 我要考考你们 看你们能不能够说出那蔬菜的名字 好不好 小朋友们 准备好了吗 这是什么蔬菜呀 胡萝卜 你讲对了吗 Carrot 这是一粒 番茄 老师 这里还有 这是什么 马铃薯 Potato 大葱 Oniang 我们这里还有 紫色的 谁爱吃这个蔬菜 这叫做什么 茄子 哦 这像 植物的根部 这叫做 莲藕 这里还有几样的 青菜 几样的青菜 那么这里是什么 这是一粒包菜 哦 小朋友们 你们认识多少种类的蔬菜呢 每一天你们都有吃菜 你们能不能够叫出那些蔬菜的名字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去过金马轮 或是 Fraser Hill 如果你们去过那个地方游玩 你们会发现 那个地方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美丽 为什么呢 因为那里有很多 五颜六色 非常美丽的花朵 有 红色 有黄色的 有蓝色 有紫色 有粉红色 有白色 那些花朵都非常的漂亮 五颜六色 让我们的世界 充满了 许多的色彩 好 我们刚才已经听过了 水果 我们也认识了一些蔬菜 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 有许多的花朵 这些都叫做植物 它们都是植物 你们知不知道 这些植物是谁创造的呢 对了 你说对了 这些植物都是我们的天父 上帝创造的 现在老师要和你们说 上帝创造植物的这个故事 在世界的起初 世界是暗暗的 什么都没有 但是神 他就已经存在 他存在 在这个世界被造 以前 上帝来到这个 黑暗的世界 他说 这个世界 要有光 他说 要有光 光就被造了 然后神就说 不要造出 空气 上帝就让 空气 空气 以上的水 和空气 以下的水 分开了 空气 以上的水 就是我们所看见的 云朵 那么空气 以下的水呢 就是我们所看见的 海洋 河流 湖泊 接着上帝说 要让水 聚在一处 要让陆地 露出来 陆地就慢慢地 浮出了水面 让我们就看到了陆地 上帝在陆地上 走着 走着 上帝说 嗯 好像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他就说 陆地要长出 青色的植物 上帝就造了 一棵一棵的树 榴莲树 木瓜树 香蕉树 芒果树 椰子树 各种各样的树 很多的松树 上帝说 地上要长满青草 地上就开始 长满了青草 绿油油的青草 上帝又说 这些草 这些树木 要开花 要结果 那么花儿也长出来了 你们看 世界 不再是那么的单调 不再只是有 褐色的泥土 而是有青色 有红色 有黄色 各式各样的水果 各式各样的蔬菜 有各式各样的花朵 充满了这个世界 让世界变得非常的美丽 美好 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 创造了植物 我们要感谢神 因为祂造了这些水果 蔬菜 可以让我们吃 可以让我们得到健康的身体 让我们身体可以渐渐的成长 所以我们每一天吃饭的时候 我们都要感谢神 因祂创造了这些食物 来喂养我们 我们也要感谢神 因为祂创造了美丽的花朵 让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看见美丽的花朵 心情就变得非常的愉快 我们感谢神 因为世界不再是只有一个颜色 世界是五颜六色的 有许多的颜色 让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美丽 小朋友们 现在让我们来念今天的经句 在《创世纪》一章十一节 神说 地要发生青草 和煎种子的菜树 并煎果子的树木 我们再念一次 神说 地要发生青草 和煎种子的菜树 并煎果子的树木 英语达 小朋友们,遇到我们做手工的时间了 今天手工非常的简单 你只需要用到叶子 一张白纸 好,蜡笔 今天我们说到上帝创造植物 现在老师给你个任务 我请你到屋子的外面去寻找 不同形状的叶子 有些叶子是长,有些叶子是短 有些叶子是阔,有些叶子是比较窄 你把它们找回来,我们就要开始做手工了 这些是老师找回来的叶子 你会发现叶子原来有许多不同的形状 现在就把你的叶子用粘纸固定在一张白纸上面 然后放上另外一张白纸 在上面 拿出你的蜡笔 轻轻的上面涂擦 慢慢的擦 直到你把叶子的涂纹 叶子的形状 完全的 擦出来 你可以使用不同的颜色来画你的叶子 在纸上写上 让神做的颜色来画你的叶子 今天的祭拜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